小小金鱼 小金鱼为何售价却相差悬殊 乡土专家的到来 能否让他的金鱼看到希望 静静关注 金养金鱼效益高 金鱼也称金鲸鱼 起源于中国 从最早的宫廷养殖发展到如今 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金鱼在我国象征着美好吉祥 在装扮人们生活的同时 也为养殖户带来了增收致富的希望 然而 有着多年养鱼经验的苏柳瓶 却因为金鱼品质差发起了愁 求助农户 苏柳瓶 养殖金鱼六年 求助问题 金鱼品质差 卖价低 金鱼的品类繁多 根据体态特征大致分四类 我们常见的燕尾就是草种金鱼的一种 因其体型细长适合群养 是园林水井的常见鱼种 而狮头 硫金 珍珠 红白凤尾等在俯视时很像蚊子 因此得名蚊种金鱼 红白蝶尾 红龙精 木龙精等 因其双眼突出 类似龙的眼睛得名龙种金鱼 还有一类身体短圆 呈卵形的淡种金鱼 常见的有王子虎头 宫廷鹅头红 绒球 水泡和猫狮等 树柳瓶养殖的猫狮 是武汉特的金鱼品种 也是武汉金鱼代表品种之一 今天的鱼猫狮嘛 鱼小了 头没长起来 鱼小 你看这个鱼顶多了在七公分 您说的是长度对吧 对对对 在七厘米左右 对对对 您这是有多长时间了这鱼 这鱼有六个月了 六个月正常的鱼应该多大 13公分到14公分 那您这也就一半的这个长度啊 对对对 我这鱼小了脑袋也没长起来 猫狮主要是要有头 头小 你看我都捞一个大的吧 和之前的那个对比 它是一五的 怎么去衡量这个头大和头小呢 跟这个伸展 它这不是这 这还有三分之二 在它的头子 这三分之一 这就是基本上 它是真碎 就是说头 站到身长的三分之一 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比例 我觉得舒大哥养的金鱼 还挺好看的 但是呢 了解过情况以后 我发现如果从金鱼爱好者 或者是鱼游的角度来看 它养的猫狮头就偏小 武汉猫狮身体短且昏圆 鱼气短小粗胖可爱 成年猫狮体长在13到17厘米 头部的肉瘤丰满厚实 形似猫脸 憨态可居 猫狮光鲜亮丽的体色 以及发达的头瘤 正是人们所追捧的 而舒柳平养殖的猫狮 不但个头小 身材比例不合理 头部的肉瘤 更是没有发育起来 除了武汉猫狮外 它四位的另外一个当地品种 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鱼比我平时见的 那些金鱼 感觉肚子要大很多 对对 珍珠就是圆 所以它名字就是珍珠 对对对 武汉珍珠金鱼 在当地又称薯头珍珠 它的观赏性 除了全身相满的珍珠鳞片 和肥胖浑圆的身材外 便是薯头尖嘴的脑袋了 正常情况下 养殖半年的珍珠金鱼体长 在10到15厘米 也是长得小 只有7公分 这个是一两堆的 这个一个两不都 帮小哥经过调查 树柳瓶的60多个鱼池 5000多条鱼 出问题的金鱼 达到了三分之二 在武汉 品质好的猫狮和珍珠 价格一般在200到500元之间 而树柳瓶养的金鱼 由于品质低 卖不上好价钱 什么价格 我一般的配发的 都是在一尺 拿完就是二尺 这个鱼不是很大 今年的鱼都是没办法 会小了一点 明年会大的家庭 那就不一样了 2018年 树柳瓶养人介绍 来到现在这个庄园养殖金鱼 除了爱好以外 更多的是对金鱼产生了一种 难以割舍的情缘 我是最早就是17岁就开始介绍这个鱼中心了 在鱼厂的打工大概20年 打工的时候身为鱼头喂过 有着多年的养鱼经验 让他迅速适应着金鱼养殖这个角色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连续几年金鱼都有品质差的问题 除去开销 几乎每年都在赔钱 虽然赔钱 但对金鱼的爱好和执着 让他始终坚持着 你喂上鱼之后 他看到那个鱼的虚伙 它的油啊 它的油质 它在尺子里摆摆摆摆 从小喂的大 跟我那个孩子一样 我说喂的现在就舍不得了 想继续地喂下去 每逢周末 舒柳萍的妻子 都会带着女儿和外孙 来渔场探望他 除了金鱼 也只有陪着外孙捞鱼玩耍时 舒柳萍的脸上 才会露出久违的笑容 其实我能够感受到 他对金鱼的那种喜爱 他非常非常喜欢金鱼 就看着金鱼 就特别开心的那种感觉 但是呢 总觉得他这股劲儿呀 没有使对地方 导致他这金鱼没有咬 一场金鱼鉴赏大赛 正在北京丰台区火热地举行着 要能够笔直地油 能够在圆形的盆里面油八字形 这只鱼非常漂亮 所以说它拿到了今天的冠军 乡土专家曾德纲 养殖金鱼九年 中国渔业协会金鱼分会副会长 从观赏的角度 现在的金鱼目前就两大类 一类是腐式金鱼 就是从上往下去欣赏它 比如说王子虎头 比如说宫廷鹅头红 比如说水炮 还有一类就是测试金鱼 一个是蓝瘦金鱼 一个是这个溜金类的 然后还有一类就是 咱们老北京群尾和凤尾的金鱼 因为它们测试欣赏的时候 能够欣赏到它的尾巴的美 曾德纲很小的时候 就跟着爷爷捞虫养鱼 1999年 它便开始承包鱼塘养殖金鱼 通过多年的学习参观和经验积累 曾德纲不但培育出猫尸的新品种 它的基地还成为了 武汉传统金鱼的保种场 在它的带领下 附近30多户农民 也靠养殖金鱼走上了致富路 今天我们就请来曾德纲 帮书柳瓶解决金鱼品质差的问题 书师傅捞几条我看看吧 好 这个鱼是什么时候产的呢 4月29号 4月份繁殖到现在 怎么着那体型也得到14厘米左右 这个10厘米不到吧应该 的确是小了一点点 你这个一般一池子养多少鱼啊 一百条 这个密度就很大了 我觉得这个鱼池就比较明显 鱼特别的多这一池子 鱼排便的那个大小便呢 这些粪便它发酵 影响水质 那么所有的寄生虫的活动 细菌的活动 病害呀会更严重 因为疾病也是观赏鱼 最后育成以后 表现不是那么好的一个 也很重要的因素 一般的话 我那选用当年鱼 如果是流肿的和精品的鱼 一般是一个平方建议养五条 我们尽量的要求它的 湿域密度尽量的稀一点点 会更好 金鱼是由野生鲫鱼演化而来 自然状态下 金鱼生活在宽阔的水域 由于密度小 身形得以自由地生长 而在人工饲养后 为了培育更适合观赏的精品金鱼 通常密度控制在每平方米 养殖五条左右的金鱼 而数六平十平方米的鱼池 养殖了一百多条鱼 密度明显偏大 在鱼池正生长的时候 鱼在里面占用了它的生长空间 所以说它的生长速度会慢一点 因为咱们古话说的好 宽水才能养大鱼 金鱼养殖密度过大 不但会造成鱼互相争食 还会让鱼群拥挤 生长空间相对变小 从而导致猫尸金鱼身体生长缓慢和发育不良 影响了金鱼整体的品质 金鱼品质差的原因虽然找到了 但对于有着多年培育高品质精品金鱼的曾德纲来说 他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他们的想法一定是想多卖一点钱 有一个好收成 但是他们在具体养殖观赏鱼的那个 手法和细节上的操控 可能就还是有一点点差异 随着时间流逝 到了数六平喂金鱼的时间 而就在数六平喂料的间隙 曾德纲又有了新的发现 你这一天喂几顿 这个季节 已经喂三顿 测过水温吗 平常 没有没有 我是凭感觉的 饲料蛋白质含量是多少的 百分之四四 还有别的那个蛋白含量的饲料吗 没有 我从头到尾都是这个饲料 凭感觉掌握水温 只用一种饲料喂鱼 对于数六平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而对于曾德纲来说 却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那水温和饲料有哪些联系 又会对鱼的品质造成哪些影响 我那是一般两三个池子就会放一个温度计 它是含量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二左右的这个饲料 那样鱼就像人吃肉一样 它生长的速度也更快 头部的发育呢也更好 鲸鱼的进食习惯来源于它的祖先野生鲫鱼 动物性饵料和植物性饵料都能满足它们的生长需求 并且在不同温度下 它们的摄食需求是不同的 所以人工养殖的鲸鱼 必须要在一定温度范围内选择合适的饵料 才能让鲸鱼长势更好 鲸鱼养殖的匠人 应该在自己的育鱼过程当中 怎么去深层次的去思考 怎么去利用水 空间 饵料 让这个鲸鱼表现出它自己最大最大的美感 曾德纲根据不同的水温 选择不同蛋白质含料的饲料 对于同样养殖鲸鱼多年的树柳瓶来说 还是同一次听说 也正是他没有针对鱼的习性 科学地利用水温 空间和饵料的关系 从而影响了鲸鱼的发育 不能体现出鲸鱼应有的美感 我建议您啊 就是在以后的饲料的选用过程当中 根据自己的水温 适时地调整 饲料里面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 那样你的鱼的生长的速度会更快 而且不会有消化不良 或者是肠颜色之类的毛病发生 树柳瓶的猫尸鲸鱼品质差的原因 终于被破解 随后 曾德纲通过查看 发现树柳瓶养殖的珍珠金鱼和猫尸如出一辙 同样是由于养殖密度大 和饲料投喂不合理所导致的 但是树柳瓶的这些金鱼 想要再长大已经不可能了 但若在来年春季不及时销售 还会影响第二年的肿苗投放 它该如何补救 在这个个体已经定型的情况下 咱们尽量地去认识这些鱼 然后让这些鱼在销售的时候 更有卖相和它自己品相特征 那么也不失为一种弥补 今年这个鱼体个体巧的一种方法 我个人总结的就是呢 第一个 要想那个头部发育得好 饵料选用非常重要 第二个呢 肆域容器 我觉得咱们老祖宗的那种小水利瓷 或者是小一点的容器 去进行精细化的养殖 更能让它的头部发育得更好 除了选用合适的饵料 小的肆域容器就能让金鱼长好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带着一问 第二天舒柳平到曾德纲的养殖基地 进行育育 并且小心 什么都会应该 接着自己的过程 Fantasy脾气 这是我们这都会带 淀宏 你这就是 我开始说 就这就会说 咱们 不客气 的 这就会有没有 这始終 donc 我们有雪 好 这孔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捞几个猫子 你看吧 好好好 你看看跟你那有什么区别 人家个头看着真的是挺大的 大的应该有16 17厘米 小的这个应该13厘米 看他的猫子 那就跟我的猫子就不能比了 他的猫子头也大 身子也大 比我的那个猫子好得多 这个鱼白宫也好看 我的精灵味的鱼就没有这个鼻竹子 现在有的在喜欢这样的 那两个鼻竹子有的有甩甩甩的 对 这个我牛大 眼睛那个地方给他窝进去了 然后更有利于他的眼睛露出来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嘛 当你能看见他的眼睛的时候 那么这条鱼才是真正的有灵气的一条鱼 如何识别一条好的鲸鱼 从古至今就是鱼把式和鲸鱼玩家的必修课 鲸鱼见赏首先是色彩美 鲸鱼的颜色要求颜色纯正色泽光润等 例如鹤顶红 通体银白 唯独顶绒呈樱桃红色 色则温润如玉 其次是外形美 要求鱼体均衡 比例协调 鱼姿挺拔等 例如我们常见的福州蓝兽 则是背壶光滑有弹性 背阔度圆 极具观赏性 第三点是特征美 例如水泡金鱼 其主要特征就是泡 泡的大小 随摆程度和圆度 都是它的观赏点 剩下的就是看鲸鱼的静态美和动态美 鲸鱼在静态下 身尾平衡 四尾张开 向人们展示的是沉稳和典雅的高贵气质 而当鲸鱼游动起来 则要动作协调 姿态优美 尽显水中仙子的风采 例如红白龙精 狮头等类鲸鱼 动则张持有力 竟则雍容华贵 尽显鲸鱼的动静之美 这两鱼啊 市场价钱应该一个在2000 一个在3000 这不可人啊 红红的更贵一些 花色上面是这个更厉害 然后 体色的红度的沉淀上面 另外一个更厉害 前面两个比如说是 游的时候有动感就好看 对对对 现在油脂啊 包括体型各方面都特别的好 如果去参加比赛的话 它还是有希望去拿这个第一名的 所以说我才给它这样一个报价 除了猫狮鲸鱼 曾德纲养殖的珍珠鲸鱼 也让树柳萍和邦小哥眼前一亮 这边这个我觉得和您那个比起来 就感觉个头更大一些 圆满滚的 那你这还是比我那味道好 在曾德纲的鱼场 除了和树柳萍养殖一样的猫狮和珍珠外 还有不少新奇特的鲸鱼品种 这个鱼 审美它是这样的 它主要还是看它的尾巴 您说主要欣赏尾巴 什么样的尾巴是好的 这个尾巴张力 你看没 尾巴那个在水平的方向打开了 张力特别好 也可以试一试 鱼很好看的 对 这个体色也特别少见 就是吻牛是红的 然后头是红白相间 然后身上戴上碎花和闪电纹 这个应该是目前国内在蓝寿的颜色选择上面 是最喜欢的 就最受大家欢迎的 这个是精选的那个泰国百折尾的那个巨人丝 吻花的 我是看得像不像我那位的那个猫狮 这是蚊肿的鱼 你这个鱼一天喂多少餐的 一天三餐现在 三百日呢 三百日餐量是百分之三十的 你这个池子一年一共喂了多少条 目前阶段我是15个平方 我喂了大概50多条 在这个阶段也是在控制它身体的生长 然后让它的尾巴长得更丰满一些 在鲸鱼缸里面去了以后 展现出它尾巴的美感 合理的养殖密度和正确的培育方式 是鲸鱼个头和形态特征凸显的关键措施 那么曾德纲的鲸鱼是怎么让鲸鱼体型好 形态美的呢 猫是在初期发育体格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大匙子 用宽水去养它 充分地试语 让它的那个背部打开 养得非常粗壮 然后到身体的粗壮度 达到一个很完美很理想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建议用一个小一点的容器 把它养在里面 控制它身体的再发育 然后利用高蛋白的饲料去进行投喂 然后压着身子掌它的脑袋 这样它的表现就会更好 宽水养大鱼小吃与精品 曾德纲培育金鱼的理念 也让舒柳平心腹口腹 这使得它对曾德纲的养鱼池也来了兴趣 这个槽子有多大 这个内径是1米5乘1米5 一个水槽里面放个10到20只鱼 然后把它养得好一点润色一下 它也在市场上面 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销售价钱 通过参观 曾德纲的养殖方式 养殖理念以及养殖的金鱼品种 都让舒柳平眼界大开 并且收获颇风 而针对自己金鱼的现状 舒柳平心里也已经有了答案 我也想搞几个这样的小面具 改一改 你试一试 你不行了 我去年刚搬家 以前用的一个蓝颜色的旧槽子 还有一些 我明天送你两个吧 弄个车给你送过去 你先试试 试完以后你看看效果 效果特别好的话 你再去大量地去改 咱们先试一试 好不好 好好好 谢谢 第二天一早 曾德纲便把自己剩余的 两个玻璃缸水槽 装车运往舒柳平的养殖基地 玻璃缸水槽安装好后 在曾德纲的指导下 舒柳平挑选出了 十条品相不错的冒失金鱼 准备拿到玻璃缸水槽 进行精细化养殖 但是给金鱼的搬家 也是有讲究的 我来的时候 我怕你在没有那个温度计 我把我那温度计带来一个来了 咱们测测这个地方的水温 然后再测一测这个玻璃缸水槽里面 那个蓄好的新水的水温 如果是等温的 温差不大的情况下 咱们把这个鱼转过去 金鱼属于变温动物 体温会随着水温的变化而慢慢变化 如果水温突变 金鱼就会不适应 容易出现死亡现象 经过测温 在玻璃缸水槽内 和水泥池内的水温基本一致时 曾德纲便让书柳平 把挑选出的金鱼放了进去 这鱼进了这个玻璃缸 我感觉 和刚才在那个水泥池子里面 视觉上看起来 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按时定量的喂食 应该没有大的问题 这鱼也都搬了新家了 说大哥 今天你感觉怎么样 还是谢谢曾老师 就把这槽子送来 送来 这个槽子也好管理 我把好的鱼掐到这个槽子里面 为了试一试 为了好我就准备改造 给金鱼搬完家 接下来为了增加书柳平 养殖金鱼的信心 他知道书柳平挑选出了几条 品质较好的猫狮金鱼 苏师傅 咱们就挑那些体色好的吧 我看这个里面体型 那个头型都差不多 从观赏的角度来说 武汉猫狮 除了亮丽的颜色外 还要符合头大 背屏和体短的要求 这是专门组织了这么一个 品鱼会合适吗 大家都一起来看这个鱼 是这样的 应该算一个小的交流会吧 就是专门给那个 苏师傅准备的 今天的金鱼品鉴会 是曾德纲专门 为书柳平筹备的 规模虽然不大 却也汇集了不少的 特色金鱼品种 苏师傅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些参加那个交流的鱼种 这个是红贝珍珠 这个你应该知道 这个是咱们 武汉市传统的 那个一个金鱼品种 然后这个呢 是五花皮球珍珠 原产地是天金 这个品种是最近 十年以来 比较当红的品种 这个呢 是源自日本的 蓝泽绿野 就是蓝寿金鱼 它是另外一路 就是现在也非常受到 目前市场欢迎的一类鱼 因为它对自己个体的生长 要求不高 当岁的鱼就养到六厘米 那么这个呢 是熊猫金鱼 这个也是国内 第一次培育出 黑白花色的金鱼 然后这个呢 是水泡金鱼 红白花的水泡和猪沙 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养养这些品种 因为这个在目前 国内的观赏鱼市场上 也是占有非常重要的 一席之地的 很受这个鱼有的喜欢 除了让枢柳瓶 近距离接触更多的 金鱼品种外 曾德纲 也将枢柳瓶 精心挑选的鱼 展示了出去 这还有没有潜力 就是不过它很小啊 各个鳍啊 包括尾形都是特别好的 真的是 唯一的缺点就是 老袋还稍微小一点 咱们武汉人养猫吃啊 都喜欢那个老袋 稍微大一点 宽一点 如果老袋要大一点的话 这个鱼 要大两岁一点就好了 这条鱼其实不错啊 这个木具都比较宽阔 纹牛比较突出 身形的话 都是那种长生的 这个鱼的话 油脂的话 它的将来性比较好 然后背鱼也比较顺滑 这个鱼比较有潜力 然后鱼种呢 都非常不错 在曾德纲的帮助下 舒柳萍精心挑选的金鱼 也得到了鱼友们的认可 一场简单的品鉴会 让舒柳萍受益肥浅 并且信心大增 相信在曾德纲这样爱鱼 又懂鱼的养鱼人带领下 舒柳萍的金鱼 会养得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